曾经对着美国总统欧巴马说出 我想我可以代表亚洲的央视男主播瑞成刚 日前因为涉及郭振喜案件 在节目开播前被中共的纪检部门给带走 外界就有分析了 说虽然瑞成刚擅长搞关系 向中共效忠 但仍不免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7月12号 央视经济信息联播主持人瑞成刚 在节目开播前被中共纪检部门带走 当晚8点节目开播后 主持人只剩下他的搭档谢盈盈 而旁边的座位却空着 有两只话筒陪伴 据大陆财新网消息 同时被带走的 还有央视的财经频道的副总监李勇 和一名制片人 他们被怀疑涉及央视财经频道总监 郭振喜案件 郭振喜因受惠20亿被逮捕 瑞成刚现年37岁 曾在自己的书里表示 搞关系是必须的 据瑞成刚的同事反映 瑞成刚和郭振喜两人私交甚密 是郭振喜最为看重的主持人之一 因为瑞成刚经常以爱国爱党的形象出现 被认为党性特强 2007年 瑞成刚因为写了博文 请星巴克从故宫里出去 第一次被媒体包围 瑞成刚承认 这篇博文使他名气大增 他说很多人在他写这篇博文之前 没听说过他 2010年 G20峰会上 代表央视出席的瑞成刚 再次成为话题人物 他在峰会落幕的记者会上 因为抢话筒并以一句 我想我可以代表亚洲而被议论纷纷 还有媒体报道说 瑞成刚他与前政法委书记中康的秘书于刚 前政法委书记曾庆红的儿子曾伟等太子党 经常把酒言欢 瑞成刚还与幕后控制央视文艺中心 十几年的曾庆红弟弟曾庆怀 关系密切